早安 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07分45秒了 各位引发各界关注 影响性非常深远的义务役延长案 终于在昨天拍板定案了 蔡英文总统昨天召开了国安高层会议 而且讨论现行兵役制度 那么会中就拍板定案 要把义务役延长为一年 民国94年 也就是说2005年以后出生的义男 未来服兵役的时候将会开始适用 不过延长疫情之后 义务役的月薪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刚刚在新闻里面 我们也都为您简单的叙述了 好 来 此刻我们要为您连线的是 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防战略与资源所的政策分析员 陈伯宏 我们请伯宏来跟我们分析相关的影响 伯宏早安 志平兄早安 各位听众早安 我是伯宏 谢谢 谢谢 一早麻烦您真是不好意思 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这个义务役的疫情 从现行的四个月要延长到一年 来 这整个案子 我想请伯宏告诉我们 它的必要性 它的背景分别是什么呢 好 我想我们从背景开始讲好了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义务役士官兵 在最早就是两讲时代 是要服役至少两年的 为什么我说至少两年 因为陆军两年 海空军还有海军陆战队 是要服役三年的 到1990年李登辉总统的时候 才将义旗不分军种都改为服役两年 然后到了阿扁总统的时代 疫期先缩减两个月 就是要服一年十个月 然后经济案实施之后 每年缩短两个月 到2008年的时候 疫期那个时候是降到一年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整个背景来看 中华民国就是说台湾现在的疫期 不是我们现在都觉得是四个月 对不对 四个月是因为马英九政府的时期 因为义务疫的疫期过短 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议题说 那这个义务疫疫期过短 那它很难去配合作战的需求 然后加上时代的转变 不再是所谓的人海战术 一人一支步枪 就可以守卫国家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提出一个想法 就是说是不是让这个 征兵制全面转向募兵制 那但是从宪法的角度来看 因为如果说我们要从征兵制转向募兵制 那要就是可能会动到宪法第二十条 我们的宪法第二十条是写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的义务 那其实这一句话很简单 就是征兵制 你要改成募兵制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动到修宪 那修宪的成绩就更高了 所以当时就因为是说依法服兵役嘛 当时就有调整兵役法 那让2014年之后出生的义男 改服四个月的所谓军事训练役 其实这个军事训练役从法律的层级来看 就是那个征兵的那个疫情 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设计 就是说如果你是学生 你还可以申请说你在暑假的时候分两阶段入伍 对那其实 其实这一次 昨天蔡总统在这个整个这个疫情要延长 回复一年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也有提到类似的设计 但是因为目前细节其实还没有很完整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或者是这类的议题 都不是现在才新创的 而是其实之前大家就有思考过 那只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讲说 为什么就是这个必要性是什么 其实马总统的时候 其实原来是2013年的时候 就要实施所谓四个月的这个军事训练 其实也开始实施了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募兵制还没有就是正式的上路 为什么会募兵制没有上路 因为2013年爆发了那个红仲秋事件 那红仲秋事件发生之后 就很多人就觉得那我不要当兵 那所以这个就让这种常备部队啊 由全志愿役的士兵来做 就是作为主干这件事 要等到2018年 就是蔡英文政府上任之后两年才正式实施 那所以大家有时候 就是说如果说比较没有长期在关注这个议题的话 大家会觉得 那不是才刚实施全部是那个募兵制 那怎么现在都要延长 其实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只是现在好像又重新交错了 可是现在重新交错的理由跟国际环境 跟台湾的安全有关吗 当然有关 其实我们讲说两奖时代 那个时候其实是有反攻大陆的政策需求 然后到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 李总统李登辉总统那时候改为服役两年 其实也是因应台海环境的需求 那只是说因为希望是公平啦 就是出发点是希望说公平 让这个不要说什么海军陆战队就要三年这样子 我们应该都有听过那个故事 就是以前在那个分派那个兵种的时候 如果你抽到海军陆战队 那个整个会场的人会帮你鼓掌欢呼 这样子 因为自己不用当了 对对对 少了一个机会 少了一个机会 对 所以我们必须说从整个时空环境的背景来看 96年台海飞弹危机 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高的情势 那在这96年飞弹危机之后 这24年间其实相对来说 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比较平缓的 但是从2020年8月开始 解放军那时候宣布在台湾海峡 还有海峡的南北两端举行了军事演习 从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解放军军机军舰 几乎每天都有侵扰的情况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 国防部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决定要公布 就是每天侵扰的架次 然后还有会出一张图来告诉大家说 今天解放军的飞机从哪里进来 有几架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 整个两岸之间的态势是升高的 那这个态势其实跟美中的 整个禁合的关系 就是从国际的大环境来看 也是有影响的 不单单只是就是说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比方说前阵子那个美国的国会议长 来台湾的时候 裴洛西 是裴洛西 那这个时候解放军就会加大演习的力度 那对我们学军事的人来说 其实国际之间 尤其是这种在国境附近的演习 通常都会提早很早的时间去宣布 为什么 因为要避免误判 如果说你这个是个routine的事情 那大家就会知道 你这只是一个年度的演习 定期的演习 大家就不会说 觉得说你这是有针对性的 可是裴洛西来的时候的这个演习 就是那个加大的反应跟力度 几乎是及时性的 所以我们就会 就是可以看出那个关联 就是说你并不是一个年度的演习 比方说我们有汉光演习啊 这种考核啊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演习 就是针对你美国所做的一个反应 那所以就是说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只是从国际 社会跟经济层面来看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那个时候就是2008年 就是买了陈水扁时代的后期 那个时候不是开始把疫期缩短为一年吗 其实有很多经济上跟社会上的原因 当时其实是 整个国际的景气是相对低迷的 那失业率也高 所以很多艺男 其实毕业之后因为没有入伍服役 那你知道就是大家找工作的时候 可能都有一个经验 就是上面会写说男需要艺弊 就是你如果是男生的话 你需要先当过兵 不然你好不容易来工作了 然后工作到一半 然后突然收到兵单 那这个工作可能就要中断至少一年吗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就是说政府为了释放出更多的人力资源 让社会可以使用 所以当时也会有这个 政府时期就会有这个相关的设计 这样子 了解 好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 这品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防战略与资源所的政策分析员 陈伯宏 我们请陈分析员为我们来 从这样一开始 就从这个疫情的延长开始 它的必要性跟它的背景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叙述 让各位听众可以了解 其实台湾的这个艺男们 他们的这个疫情的改变 长久以来的这个轨迹是如何 可是这个案子啊 是在这个行政院要核定之后 要送立法院去查证 那预计一年之后实施 所以波红 我继续来请教你 那这个刚刚我们所说的查证 而不是送到立法院去修法 那么这是不是也等于是显示了 执政党实施这个案子的一个决心呢 其实依照这个法令的命令来讲 疫情延长这件事情 的确不需要经过立法院同意 它其实就是用行政命令就可以决定 然后所以这才会 您刚刚说的所谓查证 就是说我已经决定了 那我才事后送立法院查证就可以了 可是其实立法院的议事过程 并不是说你送查证 我就给你通过 像这种重大的议案 其实在立法院也可以改为审议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像这种案子太重大了 所以不是说你说你要这样干 我就可以让这样干 我知道台湾是个法治国家 那我们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关 就是立法院 立法院有负责 有这个责任 也有这个权利来对这些 这个所谓法律相关的 就是你这个东西总是要修嘛 不管是行政命令还是是法律 它都就是广义来说都是法律的一环 那所以如果说有立法院的这个议员 这个委员或者是说这个党团 有不管是执政党或在野党 他们觉得其实这个议题 不能说你这样子稀里呼噜说了就算 我要改为审查的话 那其实这个案子 还是会进入一个审查的程序 那我其实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就讲说军事训练议这个例子 因为其实军事训练议这个例子 就是直接行政院 就是我看一下 行政院是98年5月8日的时候 行政院就提案一读 就是要把这个 这个议期由一年改为 四个月的军事训练议 那5月8号的时候一读 5月21号的时候 98年5月21号立法委员 就进行委员会进行审议 那这个过程有多久了 再来就是二读 然后广泛讨论 逐条讨论 从98年5月21号到民国100年的12月13号 哇哇 来单读完成 所以我们就是只是简单的去review一下 这整个立法的程序 我们就会知道说 如果你要走这种法律 就是修法的程序 在有共识 而且执政党为国会过半数的这样的条件下 尚且需要两年以上的修法程序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东西是这么紧急的 要有效率的来做的话 那要加速通过 其实的确啦 就是送立法院查照 已经是一个法令规定的作为 我倒不觉得说 这个会是一个所谓的执政党要 一定要这样干 因为有很多方式去 从程序来说 有很多方式去杯葛 以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我在修法的这两年间 等于还没有通过 你是不可以随便执行的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案子 其实在立院先进行审议 就是不管未来 就是如果说是因为是高度共识 那目前国会的主要两大党团 就是民进党团跟国民党团 那如果说在野党国民党团认为 其实这真的很紧急 那我要赶快 我就不需要下去拖了 那这个事情其实就可以很快的通过 那如果国民党认为说 不行啊 我觉得这个有问题 我要进入这个审查 好那进入审查的话 那他就是要走审议的程序 那就至少要有三个月的审议期 那其实就是我认为也不是坏事 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在这个阶段 就先有一个完整的攻防 然后针对这个事情做好讨论 那我觉得是一个民主国家应该有的样子 是 也就是说接下来的一个重点 这个案子离开了行政院之后 送到了立法院 可能是下一个阶段攻防的重点 所以我要请各位听众 跟着我们一块来重视 来关注这个案子的这个相关的变化 或者在立法院审议 甚至于可能进到审议 是不是已经不是查照了 要要如果真的要审议的话 审议的进度如何 要有一个一块来关注 所以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了 薄宏我想请教你 那从昨天公布的这个案子 其实我看起来是很完备啊 为什么就是这个义务役的这个士兵 二兵而已 他目前的薪资是六千五百块钱 那延长为一年之后啊 会变成两万多块钱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更完备的一个决定是说 这当兵的这一年啊 而且就算是将来工作 和可以跟将来他工作的这个劳 劳健保可以劳保可以一块衔接 那这个相关的这个设计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 这个可以说是规划 那另外还有呢 更重要的就是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训练的内容 也要提升 所以方方面面来看 这整个案子 其实规划的还不错吧 我请博宏为我们简单评论一下 我认为简单的讲 我认为总统的意志是坚定的 那因应这么这个艰难的时刻 我必须说从政治上来说 其实民进党刚在地方选举上 这有了挫败 通常他们不需要 在这个时间点再去做一个 这么容易调选票的事情 尤其说这些人在2024年就已经满18岁 那可见就是说 他们这些艺难的家人 可能有可能会对此感到不满 而就是未必会再支持民进党 那其实这是一个政治上 算是一个自杀的行为 但是总统愿意在这个时候 做出承担的决策 就像蔡总统昨天在 这个记者会上讲的说 我今天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有这个责任 要做的是对这个全体国家 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鼓励的 那抱歉 我必须说 就是说在整个 这个议题提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大部分的 这个军事相关的工作者 在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我想这个案子提出来 比我们大家想象的 都还要来的完备 并不是说他完美 而是说他其实牵涉的非常广泛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决心 很多东西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这平中您刚提到的 这个薪资调整来说 其实这个真的是令人觉得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让你这个一年的议期 你就是当国家的这个雇员 刚刚您说的所谓的劳保 其实不是劳保 是纳入劳退 意思就是说公平吗 你的劳退年资不会说因为你在当兵 所以你少了其他不用当兵的人一年 我讲的就是说 这些艺男他跟同年龄的女性相比 他的劳退的资格是一样的 那我想这个其实都是很不错的 那现在因为只是大方向的政策宣示 昨天在这个公布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细节还要逮捕 包括这个训练的内容 那我想这个就是有赖国防部 真的在这一年的时间 因为要2024年 如果顺利的话 2024年才要正式实施 那希望国防部不是就是说 以拖待变 说新的政府上台之后 这个我相信就是国防部也要有这个决心 在这些内容上面做出改变 然后让大家看到说 这些东西就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这个政策大方向没有问题 那细节上真的除了 这是要加紧去训练 加紧推动之外 这个也是需要全民一起来关注 然后让这个事情能够一直走下去 我相信这是正面值得肯定的事情 非常好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我们利用时间 为您连线访问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防战略与资源所的政策分析员陈伯宏 我们请伯宏为我们分析 昨天最重要的这一则新闻 而且可以说是对于执政党来讲 展现了蔡英文总统的一个 身为三军统帅的一个决心 他的意志是坚定的 有关于义无义的延长这件事情 我们请伯宏为我们做了相当完备的分析 也谢谢伯宏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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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